这阵子疫情升温也让普筛再成话题 从新北市长侯友宜到一届人士都在呼吁 应该要扩大核酸检测的范围 但疫情指挥官陈时中还是持保留态度 对比之下大陆各地在去年疫情频发的时候 就是选择一次又一次大范围的核酸检测 是不是有效呢 我们就从TVBS驻北京记者林敏珍 跟于信翰的亲身体验 来看普筛 从台北搭机抵达北京 机场就先测了一次核酸 住进隔离饭店没两天 检测员又上门了 不太舒服稍微忍耐一下 等来一下 有点不太舒服 好 可以了 那这个结果会再通过 可能是24小时出结果 你需要报告吗 如果我们不联系你们的话 应该就是英雄 如果您需要报告的话 我们会给您登记 然后到时候明天或者是后天出结果 我都没错 好 所以只要再做这最后一次了是吧 不 你想要新家隔离吗 还是在这隔离 这边14天以后 这边14天的话 头14天隔离结束之前 再走一次的 前后21天的入境隔离检疫就测了三次核酸 接着采访大陆全国两会 更是每一次会议前都要检测 测完隔离6小时等报告 确定阴性才能进场采访 一般的事 一列一列一列的 再练成会 再练成会 一练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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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的只是例行公事 6月份北京一名外卖员确诊 官方一声令下 要求跟消费者有近距离接触的快递 外卖 银行 交通跟超商一线人员 都得在四天内完成核酸检测 这一波 对象超过十万三千人 你们外卖有做核酸检测 做做做 是自己做还是公司做 公司里面同意做 不做不叫一声 晚上开会有时候 就说这一两天 公司要通知去做核酸检测到时候 不止如此 北京市府还明定六种人 都得测核酸 分别是社区防控人员 高风险街区 常住居民 还有跟当时爆发疫情的新发地市场 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 不巧 这回我们又碰上了 所以这是什么新的门词是吧 对 要打开 有一天 我们的同事于信翰接到通知 说透过手机定位 大数据分析 发现他近期有经过新发地市场 被列为观察对象 结果就是 再一次核酸检测 然后再执行居家隔离14天 现在问题是 一年之后 当台湾也面临类似的本土疫情爆发 这样的做法会是我们的可行方案吗 要扩大匡列 扩大裁剪 如果再有个案 应该进一步 在高危险区域里面做普筛 我们应该要采取普筛 不要怕发生 拆材是阳性 如果同时家里或是这个群里里面有两个以上的人 都在不舒服 你就要小心了 就要帮他验新冠肺炎 这是目前最重要的 那这个就是 我们也可以叫普筛也可以叫广筛 从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医师黄立民 都公开呼吁展开普筛 但卫福部去年就认定 普筛不但可能出现胃阳性的情形 导致民众自以为已经有抗体 反而属于防备 更会耗掉大量的医疗资源 不要说这主要的确诊者的接触者的隔离 然后跟筛检做得慢 然后花时间去做其他想象中的风险区域 那样主要的业务没有办法达成目标 那这是我们不乐意见到的 面对质询 卫福部长陈时中坦言 确实有扩大筛检的必要 但没有明确目的的大规模普筛 反而会拖慢疫调 政府评估 现在更重要的 还是加快疫调速度 才能更快地压缩疫情 TV新闻综合报道